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256集 欧阳老头把钱转给对方 然后便说道 好了 你说说吧 进封宗的新地址 在机关山东侧十公里的野山上 四辆香火将分别从四条路 抵达进封宗的新址 装有鱼粮尸体的车子将会走建设路 然后沿着718香道 一直前往进封宗的新址 压车的是一名第三竞强者 另外两名是第二竞第五段强者 这位第三竞强者名叫金鼎 是进封宗里面除了宗主之外的 唯一的一名第三竞 走高速然后再走线道的那辆车子 进封宗的宗主和另外两名 接近第二竞巅峰的强者 亲自压解 其余两辆车子都是由两名第二竞 第七段的强者负责 听到这话 欧阳老头和张帆不由得互相对视一眼 对方继续又说 宗主压解的那辆车 是最为重要的 据说这车里面是进封宗做实验的东西 其次便是金鼎这一辆了 如此看来 这鱼粮的尸体对于进封宗很是重要啊 其价值仅次于这次的实验 另外两辆车子上都是一些普通的修炼物品 还有金银珠宝一类的 该在你支付酬金如此痛快的份上 我再送你一个消息 这次打听进封宗消息的 还有另外几个大势力 哦 这几个大势力都是谁啊 老头 你这可就不规矩了 做人可不能得寸进尺啊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把邻国给我寄过来 对方说完以后 直接便把电话给挂了 欧阳看看手机 抬头望向张帆 叹息道 压车人的实力是第三境的 咱不是对手 看来想找回于老爷子的尸体 有点难呢 张帆同样也是紧跟着叹息 是啊 咱们能否找到于老爷子的尸体 只能看看有没有其他实力 也盯上于老爷子的车子 咱们只能看看 能不能钻一个黄雪在后的空子了 也只能这样了 那个车子的车牌号 给你发过来没有 发了 欧阳说着 把手机递在张帆的面前 四辆车子 周三早晨九点 统一从紧风宗里面出发 张帆把车牌号 默默地记在心里 又对欧阳说 明天动手的时候 你就不用去了 我得去啊 咱们一起答应的于老爷子 要把他安葬好的呀 欧阳话没说完 便被张帆打断了 你去太过冒险 他们即便抓到我也不会杀我 可如果抓到你 绝对不会饶过你 你老婆和孩子都还需要你照顾 一旦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怎么办呢 张帆早就打算好了 如果有80%以上的把握 他就会带着帮手 如果没有把握在80%以下 他不会带着任何人 张帆这话让欧阳有些语色 直到现在 他孩子出现那种 有生命危险的面向的情况 他还没有搞清楚呢 这两年里面 他孩子不会有事 可是他如果去了 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他老婆孩子可能就完了 于老爷子如果知道这个情况 他也一定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的 张帆说着 又拍了拍欧阳的肩膀 我 欧阳老头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随后张帆把话题岔开 跟欧阳聊了一些别的事 大约下午四点钟 张帆离开欧阳家里 开车回到自己家 对于这事 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 张帆都算是尽力了 虽然张帆的实力提升 已经是很快了 但总是还感觉 有些力不从心 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张帆接到方浩明的电话 方浩明询问后天 夺取尸体的事情 用不用他帮忙 张帆直接拒绝了 后天的情况属于是摸着石头过河 张帆不想让别人跟他冒险 他心中也清楚 如果后天计划失败 即便他不会被杀 但是也免不了被折磨 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 四日一早 张帆断练身体 跑步去学校看了看黄青云 两人一起在学校食堂里面吃了顿饭 黄青云的身体状况 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了 从他面相来看 他的父亲还健在 张帆集合黄青云的面相 再次安慰几句 这几句安慰 让黄青云十分的受用 两人吃完早饭以后 到商场里面逛了一圈 买了一些新的衣服和鞋子 当天晚上他便出发前往卫县 在距离近风中 五公里之外的一个酒店住了下来 与此同时 在租车行租力量猛勤 在建设路718香道侦查了一番 为明天争夺余量的尸体 做好准备 周三早晨六点 张帆在酒店里面吃完早饭 便开着猛进到了 距离近风中200米处的停车场里 停车场的位置处于高处 前面也没什么遮挡 可以清楚地看到近风中的情况 此刻近风中里面十分混乱 院子里面堆着大量的闲着家具 在大院运动场的石阶上 坐着一群穿着蓝色衣服的人 有说有笑地看着那些 正在搬运东西的人 那些搬东西的人 险些和这些穿蓝衣服的人打起来 张帆猜测 这些身着蓝衣的人 应该便是纠战缺巢的汉原族人了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 由四两相货 从张帆的事也不能达到的 近风中的身处 行驶在了运动场里 汉原族人都凑了过来 大量近风中人也迎了上去 双方再次爆发了冲突 最后双方领导出面 把冲突平息 很快便到了上午八点半 又有十二辆大巴车行驶了出来 然后近风中人纷纷上车 八点五时的时候 四辆相货和十二辆大巴同时启动 朝着近风中的门口驶来 张帆眼看着车牌后辆为是八零 也就是装着余良尸体的那辆相货车 向着建设路的方向行驶 他看到了压车人的轮廓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由于距离太远 具体长什么样子 他并没有看清 每辆响火车的后面 都跟着三辆载满了近风中人员的大巴 这阵势不可谓不大 想揭略这些个东西 真需要一支庞大队伍才可以 别说是仅凭张帆自己 就算把他所有朋友全都给叫过来 恐怕也难以成功啊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